云林线人口老化严重 长期照护成了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 卫子卫生局是陆续规划设立长期照护服务据点 期待让长辈以及身心障碍者 有一个更健全的照顾环境 其中医疗资源欠缺的台西乡 也在地方积极争取之下创造了新的里程碑 当地卫生所开心举办街牌仪式 而大批的台西乡民也一同来分享这个好消息 接着热闹的街牌仪式 云林线卫生局要跟台西乡亲宣布 设立长期照护服务据点的好消息 地方乡亲是欢喜期待 虽然人口老化沿海医疗资源欠缺 云林线卫生局这几年也积极在偏乡规划 长期照护服务 现在设立据点终于来到台西乡 那么我们会觉得说云林线的服务也很非常的辽广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对我们乡亲其实相当的不公平 而且该得到的照顾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照顾 所以我们在100年一年就起建了 我们以前把创分了四个区块 那么我们在北港先成立了北港先站 那简介了我们在今天在我们台西这个地方 设立一个长照取物据点 那么我们最主要就是能够让我们长照能够补充 设立长期照护据点云林沿海民众需要长期照护 已经不用到外乡镇 让我们患者能够得到可静性跟旧静的照顾 当然也利用这个长照能够培养在地的照护员 能够在地服务在地化 能够我们老人在地的一个亲近性 那这次我想我们卫生局在未来的规划来讲 整个建构完成以后呢 我们相信我们未来这些长者需要照顾 我们有一个更严密的照顾网络 现在台西乡亲有需要长期照护可以到公所申请 相信有了卫生局的医疗照护资源加入 未来台西乡长辈和身心障碍者生活是多一份安心 照护也不再烦恼 记者23与您采访报道